惊吓冲突争议持续当中 而且已经拖了半个月之久 但还没有解决 今天在立法院 我们看到是海委会主委 管毕林 跑给记者追 主要追问的是问他说 之前他三天前才讲的 是否朝过失至死的方向来侦办 这个部分他否认了 他说他没说 另外一方面也就是 扣传驱离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同时还有 中国大陆国台办 其实在昨天有批评管毕林 这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点名管毕林隐瞒真相 推诿谢泽谎话连篇 甚至对遇难者一句道歉 都没有极为冷血 好那这个部分 一路追问的 当然就是我们跑 立法院记者林陈佑马德 你可以看到他就一路问 如果今天早上有看到 连线这个对新的立法院现场的话 一路追凌 追到最后 管妈说 好我来讲一句话 他就当然讲了 他目前为止怎么处理的 这个态度是什么 那么接着 马德就直接问他说 那针对朱凤莲批评你 极为冷血这个部分 结果没有想到管妈手伸出来 直接这边很清楚吧 好捧着摸着马德的脸说 你看看我的体温 好那我接下来的转述呢 马德同意我转述好不好 他说我第一时间真的愣住了 他说但我事后 他说有点后悔 其实想说觉得是冰冷的 但是他说其实手是烫烫的 他说他的手心真的是烫烫的 但会不会是心里是冰冷的 可是他说不管怎么样 一个上午下来 好多人摸他的脸 好所以这个 凤莲姐就说你 马德好厉害 他现在真的是 民进党立委的克星 就民进党所有政治人物的克星 因为他都穷追到底 比起我们其他的媒体 可能就是轻轻放过 只要有交代有画面就好 他真的穷追到底 他真的今天就是一路追 而因为穷追到底 才追出了很多不一样的新闻 我觉得这一点的精神 真的要给马德安一个赞 这样好 不过这里面 其实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可是你会发现 我们除了回避 还有另外一种态度 其实就是轻浮 对 这两个态度同时的并存 其实恰恰就是两岸现在 那么跟节点 一直始终没有办法去绕出来的 那民进党的大内宣 都告诉大家说 我们有善意等等 可是善意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这种轻浮上吗 表现在这种你摸摸我的手 我的体温如何等等 是表现在这里吗 那大家都学国字 都知道冷血是什么样的意思 今天要凸显的其实是 到底对于死者 抱持着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 然后对于事情的真相 抱持着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 当昨天传出来说 大陆要求就比照11年前 台湾去面对菲律宾的时候的 广大心案 当时我们是怎么样子就责 当时我们是如何要求道歉 当时我们是如何要求赔偿 而且那个时候呢 是如何的要求马英九要派军舰到 那一个海域当中 那当时马英九也派军舰去了 而且也因为那样子的行为 所以你看到说 美国就立刻出手 他希望化解台飞之间 不要让台飞之间出现任何的状态 状况 所以呢他去逼迫菲律宾 然后呢要求菲律宾道歉 其实那一段期间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马英九其实对待 周边呢我们的渔民 遭遇到的任何问题 都是强硬的 在菲律宾的广大心案是如此 在北边的钓鱼台的事情 其实也是如此 所以后来呢 日本跟台湾谈渔业协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马英九的强益 才有了那一个渔业协定 今天民进党呢 在那边夸口的说 哎呀这个我们海巡署 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个什么 四千吨的啦 那你这个 这个什么 甚至有上万吨的啦 然后你们都不够看啦什么的 坦白说其实你真的要比吨位 一定是差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今天民进党能够夸口的 那一些海巡舰 都是当年马英九的时候下令建的 就觉得说 你因为台湾说真的 我们大陆这边 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还有协商管道 而且我觉得在马英九时期 我们是被离让的 不断的被离让的 但是呢台湾呢 面对北边有日本 南边有菲律宾还有越南 其实都有渔业纠纷的时候 台湾要强硬啊 那要强硬的话 你还是要有军事上面去做后盾啊 这就是马英九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策略战略 就是你面对日本 面对菲律宾 面对越南 你都必须要强硬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大陆又离让台湾 那时候的台湾的渔民 其实真的是 相对来说是很幸福的一段时间 可是现在的情况 我们好 我们现在倒过来 今天的两岸之间的关系 已经到了一个冰点 那现在出了人命 难道你还要大陆离让你吗 那你只是回到人的本质 那人的本质是什么 人的本质就是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性命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真相 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好 我这边稍微的提一点 今天管碧林的态度 凸显了一件事情 就是海巡署也好 海安会也好 根本没办法在这件事情上面 做决策 所以管碧林可以 前天说的话今天就改口 管碧林看起来好像是 民进党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但说改口就改口 因为不是他能够做决策的 那做决策的人并不是他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追真相 其实你光是追着管碧林 可能都已经很有限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单位 全部动员起来 然后好好的来问 这里面 吕秀莲说了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那就是国防部 真的都不知情 虽然说邱国正 从第一时间就强调说 哎呀跟我无关了 如何如何的这样 那么这分两个部分 就是在军事上面 邱国正要完全的袖手旁观 到最后可能他没办法 除非他能够发言 让这件事情能够朝向 把真相挖出来的方向走 否则的话 他国防部迟早被卷进去 被卷进去就是全台湾被卷进去 这是我们的一个危机 但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所有的这个暗计的雷达 不是只有海巡署 海军也有 而且事实上他们的系统 是联系的 所以那为什么海军 不能够公布他的资料呢 我觉得现在立法委员 我听说立法委员已经注意到 这件事情了 那我们就且拭目以待 看看能不能够在 好好监督民进党的情况之下 把真相找出来 的确啊 这个是当物之急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更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感谢观看 最后的声音 做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